好,盡量放輕鬆,不緊張 慢慢幫你弄就好,不緊張 幫你殺尋一下 對,不緊張 好,不緊張 不緊張 好,不緊張 我幫你慢慢弄就好,不緊張 放輕鬆 對,好,不緊張 這叫減敏感啊 對,對,減敏感 就是這樣子 這樣兩個獅子進去 這可以把他的臉頰慢慢撐開 這個獅子可以做牙引的按摩 這邊有牙引 可以做這個周邊的牙引按摩 大概可以做兩次的 做兩次的牙引按摩 全口做兩次的牙引按摩 那做完之後就可以幫他 再用一個樣子 剛才一直下,可以兩指伸進去 所以他嘴巴會伸得比較開一點 要能能收得進去 他嘴巴自然會伸得比較多一點 這叫減敏感 對,對減敏感按摩 減敏感按摩 對,對,對 還不錯啊 沒有很髒耶 剛剛看起來是還OK 謝謝 謝謝 對 有一點舌胎 還沒有洗乾淨 可能要問一下 可能要問一下 那什麼刷? 海綿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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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海綿刷? 海綿刷是可以刷那個 刷那個軟組織 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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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臉頰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 萬一有 有髒的話 可以用海綿刷刷 還有舌頭的地方 也可以用海綿刷刷 可是沒有耶 沒有 等一下 我就用紗布幫他牽乾淨好了 我平常是用牙刷 牙刷也可以啊 對 好 不緊張啊 幫你 幫你壓著去找 對 不緊張 我幫你慢慢清乾淨 對 我們做的時間比較不會嗆大 對 對 這點大 好 這點大 好 這點大 好 好 這點大 好 這點大 好 好 休息一下下 那是椅子要把我弄高一點 這樣你就好 就好 就好 好 好 不緊張啊 不緊張 換清燥杯慢慢洗啊 對 好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好 休息一下下 好 休息一下下 好 我們休息一下下 我媽媽平常是左邊我比較難洗到 對 你看 因為左邊的肌肉比較硬 比較難洗到那個後面 尤其是後面的部分 對 我剛剛就要洗後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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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緊張啊 好 好 我把畫面洗乾淨啊 不緊張啊 好 kitten 好 好 先休息一下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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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快好了 再把上面洗一下 不緊張 學習一下一下 學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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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手 不緊張 擦乾淨 洗乾淨 請問醫師 那個舌胎是什麼樣的情況 一樣 有食物殘渣 有食物殘渣 就跟我們牙周一樣 有牙筋斑的產生才會有牙周變滿 那一樣 舌胎也是牙筋斑的一種 所以把它清乾淨 不然可能會造成 久了 那個舌胎久了會造成 可能會造成那個比較大的感染源 可能會造成那個昔日性的肺炎 或烏煙性的肺炎 所以舌胎那個地方 還是要把那個牙筋斑徹底的清乾淨 這樣口內才會比較乾淨 比較不會有乾燥原產生 所以我們看到有舌胎的時候 一定要 一層白白的 你就用那個 你如果用牙刷也可以 我是用牙刷 用軟麻牙刷不要太硬 對我是軟麻牙刷 把那個 由上面 就是由 裡面往外 對從裡面往外刷 這樣刷 大概來回刷十次 因為就OK了 就是要把它刷掉 對 這樣還要在家裡還不緊張 他在家裡還不緊張 除了那個舌胎 在舌頭上面 還有邊邊什麼地方也要弄 就是 就是那個 牙齦 牙齦 這個地方 有時候也會卡那個 那個 用海綿刷就可以了 用一般的海綿刷 把卵組織清乾淨 一般我們做口腔清潔 這是有三個刷 等一下我把它換另外一個